本節目黃金贊助李漁門贊助播出 嗨,又回來我們美麗人生張瑪麗 在第一節節目中,我就跟大家說了 香港的疫情現在暫時是好一點的 全線所有東西開放 我們真的要祈禱,求天父祝福我們 千萬不要有第四波 另外又跟大家分享了 因為我想在這個疫情五位一的好處 就是很多人都開始很注意健康 很喜歡做運動 無論做什麼運動都好 我都說不要勉強,量力而為 以及不要掉以輕心 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預防措施 就不要因為某些原因感染就不好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接到一位好朋友 也是我認識很尊敬的藝術家林明光 林明光其實是一位女法的藝術家 住了二十多年在法國 我經常笑她像法國人多過香港人 她就跟我分享 她說有些難受原因就看到香港政府用了大量的金錢 就去買一些藝術收藏品 我看了一些藝術收藏品 我就覺得噁心到不得了 有些就叫做大便 就是用一些不知不知道什麼物料來做就叫大便 大便系列 另外就有一堆系列 就是拍攝一些男人 女人的絲捕 你明明我說什麼 全部你平時應該蓋著的 這樣就做 甚至多一些用來收藏 另外還有一些政治人物 包括當然我們國內的一些政要 它就是下了那些好像巴一樣 就是一個監房的那些巴 就是所有這些東西看下去 是令到你很不舒服 那我真的很想知道一下 其實藝術品是什麼一回事 藝術品是反映正時的 就是反映時勢各樣的東西 但是同一時間 我想藝術品也有它真是被欣賞的價值在 比如香港這幾年都有選Apais Basso的 但是真的看不到我們香港的藝術家 是有被政府去資助他們 就是其實做藝術工作 Mary年輕的時候 我也很想做藝術家 我很喜歡畫畫 很喜歡攝影 很喜歡創作 但是我知道 我手停口停 我一定要搞好我自己的經濟獨立 我才夠膽去追求我的夢想 其實真的很可惜 你看看很多歐洲國家 就是人家很尊重藝術家 甚至廚師 所有這些 看到人家是當它國寶的 但是我們香港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大都會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我這封信很長 我不想全部讀給你聽 不過我已經簽了名 我是這百幾個海外 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的其中一位 就是當我看到 他告訴我現在是海內外的學者 作家 藝術家 已經超過一百人 是簽了名 去給這封信 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 當中他怎麼說呢 他說 尊敬的特首林鄭月娥 台監 你好 我們是眾多香港文化藝術的參與者 藝術家團體 有些更加是從事文化藝術工作已經超過了七十年的時光了 他們的任勞 他們的任勞任怨默默奉獻 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做了不少貢獻 更加是淡薄名利的真正熱愛香港家園的遺視 可惜長期以來他們也是被社會遺棄的 生活在社會低層的邊緣的人物 香港西九文化區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藍圖 遺憾成立以來問題重生 立信人的金錢就像倒水一樣流失 卻得不到香港港大市民的讚賞和愛護 已經成了萬夫所指的一個地方 今日的香港這個美麗的藝術區 卻是被一些高高在上思想離地的人霸持著 那裏面他講了很多東西 我不讀了 你可以看我的Facebook 我會將成封信放在那裏 他說主要有些什麼呢 第一 後殖民地的文化沒有消除 當中講了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第二樣東西就說 領導的班子 即現在說政府的領導班子裏面 是缺分文化藝術的專才 第三就是沒有清晰的文化藝術戰略和策略決策 還有一件事他有建議的 他不是只是罵的 即他不是只是批評什麼 他有很多建議的 而且他建議是很獨立的 因為這班都是一些愛香港 真是喜歡文化藝術的朋友 有些我稱他為老師 第四就是必須確立中國人 香港人的文化自覺、自信、自力和自強 我覺得看完之後我簽名 因為我覺得事實上 我們經常都說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 或者是藝術沙漠 因為政府真的在這方面 是太過不夠資源了 我們是這麼有錢的一個地方 你看看我們的盈餘 哇厲害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儲備的那些 為什麼不去栽培一些本地的藝術家 真是寥寥可數的 我覺得其實是真的可以做好些 好了這件事說了 我講第二樣了 我很多時候都會被邀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做一些專業形象、國際禮儀的分享 包括中國國內的外交學院 他們有位老師一直都有些什麼問題 以前都是我幫他做培訓的 現在他自己獨當一面 這位周老師就來問我 他說喝下午茶的一些情況是怎樣 那我再簡單地說少少了 喝下午茶 很多人就叫他做high tea 現在其實如果你真的明白背後的歷史 那你就不會叫他做high tea 但你知道現在很多女士就說 我們去high tea 其實人家就會笑我們 因為high tea其實是那個年代英國 他們是怎樣呢? 他們是怎樣呢? 收工了 整班人是怎樣呢? 還沒回家之前 就去一個飲茶、吃飯的地方 什麼叫做bar都可以 那在那裡 他就有一張高桌 high table 他們就坐上去 然後叫一些簡單單的食物 吃一點點東西 有時候喝杯茶 他就在那裡 那在那裡 他就問我需要不需要拿底碟 和茶杯來喝咖啡茶 其實你聽到high tea 它不是叫high coffee 其實那時候 英國人是喜歡喝茶 是喝茶的民族 不是喝那麼多咖啡 美國人才喜歡咖啡 所以他們是拿著杯飲品 當然跟他們的文化背景 他們的生活的習慣 所以他們不同 一些太太 很湧湧地坐在沙發上 或者坐在一張吃飯桌上 去喝一個咖啡茶 所以先說high tea 其實不是現在那些很湧湧的小姐 屬女去喝那些叫high tea high tea是在五點後 那些人下班 快快去吃點東西 喝杯茶 就回家醫治 那些叫high tea 真真正正的咖啡茶 叫做afternoon tea 你看到英女王 他們的屬女 名媛坐在沙發裡喝茶 你坐在沙發裡 拿著杯子 這麼遠拿過來 就可能會滴到自己的身 污髒 還有整個連著底碟 連著杯一起喝 是典雅很多的 所以就連著底碟 不要豎起手指尾 我會放一些圖片 在我的facebook 你可以看一看 你看看英女王拿著杯 英女王王族 拿著杯 會不會豎起手指尾 不要蘭花手拿著杯 是很醜怪的 還有記住那個匙羹 不要放在杯子裡 我就跟他們分享了這些 當然也教了外交學院這位老師 哪些叉應該怎麼用 我很歡迎你跟我交流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人們都上網 可以學到很多禮儀的東西 不過我想告訴你 很多都錯的 舉個例子 很流行的圖片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吃那個餐 你就把叉和刀 打交叉一個十字 放在碟裡 就告訴你 我不喜歡吃你剛才煮的東西 你說幾天也有此理 人家請你吃飯 你就是刀叉吃完了 平排兩個拍著 好像兩夫妻 和伯父 放在那裡就可以了 等人收走 還要告訴別人 你不喜歡吃 哪有這樣的禮儀規矩 簡直過分 好了 到節目差不多近尾聲 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一個活動 Mary也有份參與 這個叫做 《分分鐘需要你》 就是一個音樂分享會 一個分享會 福音 當中有 林二羅牧師 羅乃圈 何志迪牧師 陳一華牧師 陳歐陽桂芬 女士 還有葉家寶 還有張瑪 還有姚偉 很多很多很多 我不是唱家班 但我有參與 就是跟大家分享 因為中秋節 人月兩團圓 能夠在一個這麼特別的日子裡 去分享福音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福氣 我就看一看的時間 就是在接下來這個禮拜日的 香港時間 9月27日下午4點30分 你可以上網看的 我們會有Facebook看得到的 你留心就可以了 到時我都會 post 在我自己的Facebook上 Mary張張瑪莉那裡 我會唱歌的 我唱了一首叫做祝福 Mary在這裡送給你 希望你們都是健康平安愉快 拜拜 每一個吉他人 當中秋節 都願意尊起來 讓我去 高級급的樂隊 都願意尊著 然後 高級格在那裡 風格在那些 兩天 都願意尊著 光顧 上酒 提醒 带我从心祝福一去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沉迷无边陆远 借那鸟宇 路上西天 蕴脸 大脱清风 风上重心 祝福千传 啊 送你送你 祝福永不掉 轻轻的飘 沉溺无边流远 借那了远 路上逝天昏远 顶着清风 放上冲心 祝福千全 拜托清风 放上冲心 祝福千全